大家好 今天继续说中国的学校 今天说大学 今天这个标题就是 坑爹的大学生是如何 培养教育出来的 中国大量结不起婚 养不起家的废物大学生 尤其是男生光棍 是怎么教育出来了 还有啊 之前我没说 之前一起说高中的 有一个高考的这个标题 但是没有具体说这个高考 这里要补充一下 就是被中国神话的 被中共神话的这个神圣的高考 我经历的高考到底是怎么样了 当年我们那个高中啊 为什么人那么多 就是因为他高考成绩好 大小一高中 他为什么高考成绩好 就是因为他高考的时候 抄袭 把那个监考的全都买通 然后他那个好像安排在一个考场里 一个好学生 然后全部都去抄袭去 全部都抄袭 当时我那一季啊 其实我挺幸运 我最后一季可以抄袭的这个高考 但是我没有花钱 他高考的时候很多腐败的事情 我没有花钱被安排在一个所谓的死亡考场 就监考监管的很严 其他考场监管的就不严 而 而大石 当时大石桥还有人利用那个高考骗钱的很多的啊 找他办事 他给你办 办考场 把钱给他 给完钱了 他也不办事 就就 说完你钱不办事啊 你就怎么样 是吧 呃 法治本来就不好吗 这个地方 然后我还有啊 当时这个高考 我考的不好 其他这个题都够了 我那一年是辽宁省主办的高考 题都够了 很多不好的学生 抄了很高的分数 我只抄了那个英语的选择题 啊 英语的选择题 呃 你不要以为他多神圣 后来我跟那个大学的同学交流 他们那他说他们那边把高考看得很神圣 没想到高考这东西啊 还可以抄啊 这么儿戏啊 这东西提都够了 这什么东西啊 哎 我我当年 我当年是2006年那一年够的题吧 应该是那一年啊 够的题 呃 然后 其实你个无诱题也没用 就是很多那个中国有背景的人都保送的 他不用高考就上哪个大学 就很多中国大官的子女 你保送他去中国大学 人家都都不惜了去 你那大学呢 没什么用浪费时间是吧 不用我高考 我去了就给我毕业证 我都我都赶着去 所以你不要觉得他这个有多神圣 这高考考大学 你就你这你你这一生就好了 就就生歇了 那都是骗人的啊 呃 然后是从16岁 是中国的高中 念中国念中国人念高中的年龄 大大多数都在16岁到21岁 啊 这个年龄 这个年龄正好是青春的鼎盛时期 是性欲最旺盛的时期 是最想跟人谈恋爱的时期 呃 是最想谈恋爱的时期 是花季雨季嘛 呃 这个时候啊 他他中国的 中国中共的学校 他让你在高中接受高密度的洗脑 限制你的行动自由 犹如监狱一把 生日比监狱还过分 像集中营一样 我之前说那个一个班级八八九十个学生 他那个上面也不让搞那么多学生 他上面教育部会来检查 他有有一年高一 他学生太多了 他检查 你说什么样啊 他把所有的学生都搞到那个其他地方 不是所有学生 一半的学生 差不多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 都搞到一个汤匙镇的什么 什么教育基地啊 在让你在那里猫着 然后检查的时候怎么样啊 检查的时候 哎 你们这学生少啊 是吧 你们学生 学生合格 然后检查期过之后 他再把这些学生给弄回那个高中去 这些学生在那个教育实践基地里 像像那个蹲监狱一样 每天还有那个其他的学生去管他 查勤 你们不 且是都在这睡觉 不许出去啊 天天查 不许不许过乱走出去啊 在那里干啥玩呢 在那里应付检查呢 上面检查高中 你们这个不能超超额招收学员 一个教师放动的学生是吧 啊 一这几天要来检查 就把这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搞到那个教育基地去猫着 呃 应付检查 他经常搞这种事 所以我说他是集中营吧 你检查 他没有那么多学生 你说一个教师八十个九十个学生 我一检查怎么 五十个学生啊 怎么四十个学生 这个也不超标啊 这个事情我得补充一下啊 所以中国的学校 他 这高中就是让你不让你结婚生子的 一切都是为了搞计划生育 说中国搞计划生育 把那婴儿又杀了两亿多 我就是也是在那个YouTube上看到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真是太恐怖了 这个说这个是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厨师啊 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 但中国人多确实也是个问题 但是你不能这么搞啊 你说被搞的人他怎么想啊 他太痛苦了啊 然后 我说我在中国读的专科大学 其实我当年没有超到多少题 人家都超过六七百分 那七 最高的超七百分 听说了 那个六百多分就可以考清华北大了 我 我连超在 在写的 我就超了个英语的选择题 我就考了四百二十分 当年的那个本科分数线 好像最低分数线 四百三十多分吧 没考上本科考个专科 人家都考本科了 我就想 这个书就可以不念了啊 这专科去不去都行 都不去就行了 白花的那个钱也没有 当时 然后我被人套路了 当时柳哥人是我爸的战友 找了我爸 告诉 告诉我 他可以帮我找个学校 啊 他这学校 这个党委书记他认识 可以走后门 就不杠费了他这个机会 其实他给我扫完人 我就得去的 我爸让我去 然后 也没扫花学费 也没觉得这学校什么好 说这学校 是辽宁省最好的专科 其实他是招生 他就是一个平民百姓 你给我办什么事啊 你办个屁事 人家招生 你帮他 你帮他那个骗人是吧 然后我去了这个学校 外表看起来特别好 念完之后特别不好 现在是这个学校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学校图片 这个是刚才是我设计的 这个棋 这个学校 他这个有白宫 有白宫 还有我这第一张 第一张图都是这学校图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的图 就是这个 你看他白宫特别好 是吧 当时这个白宫是这个学校 最好的建筑物 他是这学校图书 我不知道是否涉及到 这个美国白宫的知识产权 这个是我那个专科的学校 外表都特别好看 但是里边特别干 你看这个 这个照片拍的特别好 其实你真去看的话 他没有这么好看的 这个学校里边是很干的 一会我跟你说 你看这外表都好看是吧 我这个大学的白宫色建筑 我是否是否盗取了美国的美国白宫资产权 这个我不知道啊 其实这只是高端的养猪场 一会我就告诉你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大量的80后都变成废产 就是中共教育的 就是中共给回的 把这些80后 这个我这个问题 我跟一个学校的主任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跟他讨论 我就说中国学校的教育人这么败 这么这么不好啊 他最后给我一个结论 他告诉我怎么回事 当然他也不敢直说 他说这叫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是中国的一个成语 就是他是一个包意思 不是别意思 他说你这个公司就什么都不用管 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用管 他自己就 自己也特别好 就是那个意思 但是他这里说的是别意思 他跟我说中国学校的无为而至是别意思 就是让所有学生都在学校里 什么都不做 都给你教育成废材 让你什么都不是 然后我就统治你了 这个叫无为而至是 他就是这意思 他后来我解释这意思 但是再多多说 他就不能说了 他是学校的这个 也是学校的一个工作人员 就是主任级的官 也是挺挺大的啊 所以就是这意思 然后 在如今的中国大学啊 就是我那时候 中国大学 现在也是男女交配 男学生跟女学生睡觉 谈恋爱交配 你需要到旅店去交钱的 你睡一睡觉 要交一次钱 哎 毕业后呢 毕业后又让你 你说这个是不是没有人权啊 你交配 还要 还要那个什么 还要给女店交钱 然后 呃 你在中国 毕业后呢 在这里 啊 你毕业后 让你大量的交税 去买房子 买车 给女方家钱 然后 才能结婚 给女方家钱 啊 给女方家钱 后才能结婚 这个钱要几十万的 你结个婚 现在好像差不多一百万万 这个刚毕业的时候 也得二十三十万 又买偶 又给钱的 又 有的还要车 有的不要车 可是你的钱 都给了学校 你从小学念到大学 你不念博士 硕士研究生 你就正常大学毕业 省吃俭用 花的不算多 都得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 你这一个家庭 干了一辈子活 你能赚多少钱 你这个家庭的钱 都给了学校 但是结婚 又让你掏这么多钱 买车买房什么的 这个 也是中国的一些 房地产商的阴谋 说你买房 你就能结婚了 我买房 我也没结婚 我买房也没给我媳妇 是吧 当时买房的时候 骗你 买房还能结婚 这个啊 那房子又又贵的 中国那个学校 我家买的还是毛皮房 那房子 毛皮房那么不好 还那么贵 都没装修的 就那个价格 跟比台湾的 也比台湾的 那么好的房子 也便宜不了多少钱 所以这个婚 你还接得起吗 你接不起婚的 怎么样 中共就达到目的了 他计划上去的 你要接着起婚的话 你也得给他交钱 他就这游戏规则 你说 这个游戏规则 这样的政权 统治下 你不把他给推翻 你不把他给揍了 是吧 你怎么活 你可以 你不结婚 不给钱还结婚 那你就得犯罪 你就强奸去 要不你就把他 给他揍了 是吧 把他政权给他揍了 你不能这么活 是吧 那怎么办 他这个啊 我这里就随便说一下 然后大学之后 还要给女人洗脑 给那些女大学生 洗脑 提高他们的眼光 导致大量 博士硕士 没工作 没收入 就博士硕士太多 又没有学到真本事 所以他们 没有工作 也没有收入 也不敢结婚 他们也结不了婚 没人愿意跟他们结婚 而且他们在 博士硕士毕业的 都三十多岁的 一身病 眼睛有病 总看书吗 总考试 头发都掉霉的 长得都没有人形的 三十多岁 像五十多岁似的 你说这样人 怎么 谁愿意跟他结婚 又没有工作 又花那么多钱 这博士硕士毕业的 一百万万呢 每一次考试都交钱 交个千二八 千二八百块的 然后你不给导师钱 你还得 这是你考试的钱 你不给导师钱 你还过不过不去 总是考试 一年考好几次 每次都要交钱 所以最后导致 大量的什么 博士硕士 什么教授 他信仰反共的势力 例如法轮功 今日 就是精神上 日本人 想让日本人 统治中国 导致大量 这些人出来 为什么 他们 我也不是说 法轮功厉害 就是他们 就是被共产党 害得太惨了 所以他们 信仰这个反共势力 这是共产党的责任 你不要推卸给别人 这些人 你不坑他 他能信仰这个 在你那里 接受那么多年教育 他还要反对你 这是你自己的责任 共产党喜欢推卸责任 你不想一想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然后我继续说 我在中共的大学 我这专科学到了什么 我先说 学一个有用的 就第五条 唯一我觉得有用的 就是我学的 谢以地自图 我设计的一个旗帜 是用谢以地设计的 这谢以地 我在大学学的 但是学的也不太好 但是设计这个旗帜 已经没问题的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旗帜 五色旗 这个 是我 我自己用谢以地 那个软件设计的 然后 其他都没用 都是坑人的 大学老师呢 刚开学 大一就就是专科的 就骗你去专生本 骗钱 考一次 是收一次钱 我这有一个 一个寝室的同学 他考着专生本 又多花了将近两万块钱 好像花了两万多 每次考试都都收钱 给你什么材料 让你背 要要要掏钱 这个 然后你考一次 不过一次 要重考 还有掏钱 最后怎么办呢 你给导师钱 你给他钱 他让你过 你那个题写的不对 他也说你对 你就过了 这算是过一次 你过好几十次 十几次 你才算考下来 考很多试 这个老师 他就有一个权利 就是批分的权利 说你过你就过 不过也过 说你不过你就不过 你把那个教授给得罪了 像我 我骂过一个女教授 因为他上课 一会儿 我说 他就挂你科 就不让你过 你写的对也不过 我就不让你过 他就是 就是不是研究三里的地方 你对还是错 就是说 你得罪他 你就是挂歌 你给他钱 你把他弄好了 他就 你就没挂歌 这个大学呢 外表好看 然后内部课堂呢 居然有教授 在带着学生扯蛋玩 说你是幼儿园老师 带大学生玩吗 你 我就骂那个女教授 他天天把人家扯蛋 讲他 他家小狗什么的 讲那些没用的 他也不愿意讲 学生也不愿意听 也听不懂 他是一个女的教授 姓牛 长得特别丑 我编辑短信骂他 骂他 他想让我毕不了业 我觉得我上大学受骗了 是吧 我上大学受骗了 我就骂他 这我骂了 我承认 我就骂你 我骂了很难听 我编短信骂他 他能查到我的手机上玩我的 我就难受 我都非这么大进上学 你就跟我扯蛋玩上课 你这个大学外边这么好 里边又骗人的 在里边 我就骂你的什么地吧 我骂了什么地的 我骂了很难听 什么十八乳龙 什么畜生 什么都骂 对我骂我这个女教授 所以他每次考试都挂我课 挂我好几个就不让毕业 我们家也是找人 后来朝那党委书记 我才毕业了 然后他都已经退休了 我就觉得上这大学就是受骗 这个还被说为什么 辽宁省最好的专科 辽宁省排第一的专科 全国排那个什么前五名的专科 我觉得就是骗人 来的时候说这个就业率很高 就业率超过90% 后面的就业率都是假的 后面我再说啊 然后这个大学专业课程 一般都是很难听懂的 有一些大学教授挺有水平的 讲一些历史的什么 挺有意思的 这个听一听还行 讲一些哲学 这个还有点用 然后大学那专业课程 基本上你就看不懂 那个书上画那个什么机械的图 什么一大堆的 看不懂 然后大学的英语考级 考的好比四级 也要逃避 后面发现这个外国不承认 这个什么四级 什么几级的啊 六级的 这外国不承认 我连四级都没考上 考上人家也不承认 好像承认脱服什么的 然后第五就是我说的 他有用有用东西 就是谢地制图 后面那个又换个女的老师教授挺好的 他那个那个女的挺好 他教了谢地制图还行啊 然后我还要报一个中国重大的黑幕数据 这里红字写上 就是当代中国人群体性的阳尾早戏啊 他的根源在学校 他都不教这感情上的东西 不教你这个东西 然后吃那东西不好 吃那转基因的 导致你很多人就 何止是阳尾早戏 你就是都是不孕不孕 你知道什么叫不孕不孕吗 给你吃绝种了 吃那东西吃的 经常吃那转基因的 他对你生育造成的影响 就是我都检查过这精子 在那个上海免费检查 你去捐精 就免费给你检查精子 结果我那个是 精子质量不好 不合格 但不是不孕不孕 可以调节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吃的食物有关 因为我家没有遗传的 这个不孕不孕 没有遗传的 就是吃的东西有关 中国都是转基因的 就学校也都是在吃这转基因的 整个社会 平民百姓 基本上都吃这东西啊 所以中国人是群体性的 这个东西 网上很多的小广告 治疗这个什么 阳尾早些 就是根源就在这中国的 这学校 不让你运动特别少 都是在那坐着 听他洗脑 所以评论 就是中国大学呢 他外表特别好看 刚才给大家看图的 中国大学是外表好看的 养出场 是得了性命的 美丽妓女 勾引你去消费 你消费之后 你肯定后悔啊 但是有人说 中国最好的大学 是西南联大啊 也现在有外国人 外国学者考察完中国大学 他说中国大学都是养住场 是联署 是养住场联署店 这个一点都不错啊 但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听说叫这个西南联大 是当时抗日时期吗 西南联大 那特别破案一个学校 居然成了世界级的学术殿堂 里边的教授好 那教授都是国家级的人才 是吧 都是这些教授 学生那个精神面貌也不一样 你看这个大学特别破案 这个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大学 现在清华北大都比不了 现在清华北大都已经腐败了 听说那个北大那个 什么教授校长呢 还弄那个女学生 这个喜欢什么喜欢人性啊 这也可以理解是吧 但是你说这大学搞这些事情 是不是腐败啊 这个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他不是你学校好不好 建筑好不好看 他是里边有最好的教授 最负责任的 什么校长什么的啊 所以他是中国 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大学 然后我们继续说中国 中共大学毕业后都什么下场啊 我就说我我自己实在别人很多可能屁股还惨的 也有也有混的比较好 我不说 我就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就是中国大学周围遍布网吧 很多学生就一下课有空的去上网 那网吧都找不到地方 有个大学附近的网吧老板说的 说说这些大学生毕业就就雄了啊 毕业你就什么都不是 你马上就雄了 你不要觉得觉得你是大学 你大学生很牛逼 天人给你洗脑 你是大学生 大学生很牛逼 牛逼个屁股 你就行了 就去告诉你一句话 还有啊 来大学的时候怎么样啊 来大学的时候 听说这个大学的就业率高 勾引很多学生来这个 这个我这个学校来念书 他的就业率很高 实际是什么回事 实际毕业的时候 你找个工作宁可自己不做 你要做个假的工作 我证明你找到工作了 然后学校才给你毕业证 要不然他卡你毕业证 他不给你毕业证 就是你就业了 证明一下 你就业假的就可以 然后哎 我给你毕业证 为什么 因为他要用你的工作证明 来骗其他新的学生要 骗其他新的学生来 他这里上学 因为你的毕业证明 就是因为你的工作证明 就是你的这个 就是学校就业率高 你没有就业就趁着学校 没有就业率 很多那个学生被学校卖了 很多学生被学校卖了啊 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会我跟你说啊 当时不知道 后面我估计谁也不傻 都知道怎么回事 哎 这还有啊 学校涉及到学生自身的 四个字都很差啊 涉及到学生自身 例如中国就就我这个大学的食堂 很差 其他大学当时的食堂也很差 那饭都吃不下去 啊 住宿条件很差 你住住的地方 没有热水 没有那个插牌 啊 但是他就便宜 听说给外国留学生 又有热水 又有插牌 还免费 还不要钱 就这么差的住宿条件 他还收钱呢 啊 一年也收不了多少钱 一年 也一千块钱 啊 一千块钱 一学习一千块钱 一年有两千块钱 就这样的大学 住宿条件 属这 他还要收钱 热水没有 一个屋住六个人 八个人呢 这个是什么啊 实验器材和工作工具 也都不什么样 就是当时我去这个 专科学校的时候 他进口的一套工业的 那个设备 听说花了150多万 那个党委书记说的 这个是给学生实践用的 结果有一个学生 在实践过程中 那个教授也没看住 他把那个机器给弄坏了 后来这个东西 就不给学生用了 那修那个机器 就花不少钱 他就不再给学生用了 放在那里 留看的 或者演自己一遍 你在边上看就行了 最惨的 就是被学校卖了 还给学校赎钱 这个现象很普遍 就是到这个专科三年毕业 你到大二的时候 他就让你签约去工厂 去实习 说是实习 就是白给人干活 人家就供你吃 供你住 吃的还不好 不给你发工资 你在那白干活 知道吧 你是大二的实习生 你知不知道 那工厂 他招人都费劲 他把钱给学校了 学校把你卖了 你给学校数钱了 他招人都费劲 他招他妈小学没毕业 都给人家管吃管住 每月最少开2500块钱 那是干活 都招不到人 那小学他妈毕业 都不不惜的去 那工厂 让你他妈大学生 去实习去 钱不给你 给学校 学校把你卖了 就供你吃供你住 吃了什么 狗都不惜吃的东西 住了八人间的 什么寝室 什么 什么乙居啊 还是什么群居的 不给钱的 告诉你实习 等你实习到毕业了 你要走了 你这不骗人吗 我不干的 我给你钱 我给你跟别人一样的钱 别人给2500 你也2500 10个250 等于2500 这个啊 这当时他卖我 我没去 我一听杠活 滚你妈妈 我还不去呢 我连教授都骂 他找我去杠活 我去你妈妈妈 所以是养猪厂 他养猪厂 他给你卖的 你还得数钱 那猪卖的 不得不得数钱吗 是吧 然后中国大学还不如自学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啊 中国大学的实验室是不准用的 很多大学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实验室 那个实验器材还得了 那个用的那消费品 用的还得买 还得要钱的啊 那个是不给学生用的 然后我们那个专科大学 有过网球场室内特别好 他也不让学生用 他要消费的 每个月200块钱 那学生当时的中国人都比较穷的 哪有人能消费200元去玩玩那个网球 还得买网球设备 但是我买的网球设备 我在室外也有网球场 也能玩也行 这个大学还有个优点 就是图书馆比较好 他这个图书馆是免费的 你可以进去看书 那个白宫里边就图书馆 我在这里看不少书 当时我自学的股票 朝五后来也成了我的一个工作 我的股票就是 那个教授 我觉得我比教授厉害 那教授是不行的 教授他朝五还赔不少钱 我还没赔多少钱 是吧 我07年开始在大学自学股票 我觉得我自学比那个教授 讲了给我了还好 我上网就看见巴菲特 给我讲股票 我用你大学教授讲 大学教授自己朝五还拍大腿呢 听说当时有个中国辽宁大学 是一本辽宁大学的经济系有名 经济学的一个教授 07年中国大牛市 他07年默看人家赚钱 他朝五零八年大雄市 他把自己家买房的一百多万 都给赔了赔了百分七八十 赔了剩二三十万 这个教授挂不住脸 自己跳楼自杀了 你说这样的教授 你还教什么 这个这个是本科的 中国辽宁大学一本的 在辽宁省属于好大学 这我那是专科呢 专科上边是二本 三本 二本 二本上边是一本 这辽宁大学一本 而且经济系有名的教授 他炒股自杀了 这个啊 媒体上不让报 当然我们在沈阳 我们都知道 我这个大学在沈阳 沈阳这个城市 还是这个辽宁省会 城市还是不错的 但是也是比较穷 在中国手里 这个我也不多说了啊 然后当年 中共大学食堂 吃的东西 很多不放油的 前一天的盛菜 第二天还摆上去 这种菜 我家是农村的 农村的狗 又不是这种菜 然后导致校门口 卖小吃的大桌 很多学生排队 去校门口买那个小吃 卖包子 卖卷饼的 他做的好吃啊 排队去买 然后学校周围 有个推车卖卷饼的 叔叔阿姨 他们一家 奋斗几年 在中国 就在我那个大学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我这个大学叫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在他边上卖卷饼 卖了几年 在沈阳寺内 买房买车 我听那个大学 有个教授说的 老师说 他说他家买两套房 两个车 给儿子买车 给儿子买房 自己买车 自己买房 在沈阳就卖卷饼 所以大学赚钱机会还有 有一些有本事的学生 自己在大学 开始做生意 赚到钱了 不许学费赚出来 还给家里钱 这个就厉害了 学校也很高兴 看见你在我这里赚钱 还有本事 这个我也挺光荣 不是废产 这个学校也不是全都是坏的 然后上大学 其实还不如自学 能实在学一门技术 例如你就学习厨师 你买菜 然后你结合网上菜谱 网上现在很多菜谱 教你怎么做菜 知情合一 然后你就 你能学不会吗 你像我学会一个 萝卜炖牛肉 怎么放调料 菜我就在网上 网上学了 然后呢 你还吃了 是吧 你菜买完 你还吃了 还不用花 像大学学费那么多钱 你一年吃饭 也要不了几千块钱 那学费都 每年的那个 学费都五六千块 再加上你那生活费 助取费 吃饭的钱 领出那个 每一年都一万多块了 这个大学 然后 你买菜肯定比你买 比你自己买那个做好的 那个饭店做好的东西 要便宜 是吧 你既便宜 自己做菜 又学一门那个烹饪的技术 多好啊 呃 其实这个中国大学啊 他有一个好看的外表 你交钱 学校也不是你的 你别看他好看 你交钱不是买学校啊 你只是在这里住过34年 其实条件很差 我刚才说的 没有茶桌 没有热水 把钱都投资学生身上 才能培养出人才 但是呢 他不投资学生身上 他就勾引你过来 骗你的钱 然后外国留学生 在中国就不一样 听说美国的留学生 在中国 愿意上哪个大学 就去哪个大学 愿意考哪 学哪科 就学哪科 愿意去哪个系 就去哪个系 中国学校每个月 给他两万块钱 每个月给他两万块钱 你工作多少年 你每个月 赚不上两万块钱 然后他还去 那个什么 非诚勿扰 还领走一个美女 没老婆是吧 没有人帮他管钱 钱怎么怎么 随便花一花就没了 两万块钱 随便花一花没了 你帮我管钱 还能搞吧 一看他是美国人 那美女 马上就跟他走 是吧 美国的 然后 有个大学生 我在大连看到 那韩国大学生 他有女朋友 他可以跟他女朋友 住在一起 学校给安排 男女可以住在一起 不像中国大学生 交女朋友 还得偷偷摸摸摸 去开个房 做个爱 还得交钱给旅店 人家外国的 在中国 他有的安排 那外国的学生 男女的可以住一起 男女朋友 住一起 可以申请 这中国就肯定没有 啊 这个 你谈恋爱 大学教授 告诉你 那不对 大学不让谈恋爱 是吧 然后 下一个 就总体评论吧 这大学 我正还没有那么多 还行吧 我还骂那个教授 是吧 他那个 总体评论就是 小学的知识 还算有用 中国的所有学校 中学的老师 乱收费 不许 他对爱 他对爱 管得很严 评论 这个评论 我不应该写在这里 我应该写在大学后边 这个大学这里 大学 一会儿我再说 高中的老师 高中老师 我最震恨的 高中老师是 钱规则 收费 也害人 杀人 不用刀 催眠 把你搞成精神病 把你搞死 制造你跟其他学生的矛盾 让其他学生来攻击你 这也是杀人 不用刀 然后大学 大学继续骗学生 没人权 假就与业 工作 收度很低 吃是猪神 狗都不惜吃 然后在中小学 国家给的承诺 都不算数 在中小学 国家给的承诺 都不算数 就是说 你念书 以后考大学 你这一生就好了 你这一生 就是怎么 怎么 怎么牛飞黄腾 什么融化 富贵 又当官 什么的 其实都骗人的 到后面 这个成果又不算了 这个不认账了 也不承担责任 就骗人的 哎呀 你读书 不要功利主义 你这个 上那学 找不到工作 你要怪自己 怎么能怪学生 怪政府 是吧 就这个了 不认账了 这都是骗人的 然后中国大学生 毕业之后 干牲猴的活 吃牲猴的 不惜吃 狗都不惜 不惜吃的粮食 农村的狗都不惜吃的粮食 拿着微博的 仅够吃饭的工资 仅够吃住 一般在城市工作 你吃住都要自己 要租房子 要吃饭 也要自己掏钱 还自己做饭的话 还浪费时间 就要买着吃 买着吃的肯定比较贵 还吃的不是很饱 不敢造反这些人 那你就死了 算了 我说是这样的人生 活着干啥 是吧 然后 还有荒唐骇人的中国学校 我就问你 中国学校这坑爹大法 好不好 中国家长 你还想不想让你家孩子 花大量钱去念书 你还想不想 结论 叫养儿读书 游卢养猪 中国古代说 养儿不读书 不读养猪 现在中国是防过来 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 养儿读书 求养猪 就像中国武术似的 在电影上 护眼甲被外国人 暗算 外国人加起 还有几个打不过他 在现实中 中国打不过外国人 然后暗算外国人 然后才能算自己 中国那武术 很垃圾的 在现实中 所以中国这是反正来的 电影上 电视上 都是跟现实 很多东西都是反正来的 然后中国最好的学校 中国友好学校 最好的学校是军校 清华美大都不算什么 军校普通人 你不用想 去不了 军校下来当军官 什么排长 当排长什么 当连长 你这个普通人去不了 其实现在有网络 就上网 可以知识很多知识 都是最好的教授教你 最好的人 像什么巴菲特 教你股票 是吧 还有那个外语啊 都很多那个外国的教授 都教你 在网上就可以学 还有那军事理论 你上去不了军事 那网上就能学 很多军事理论 但是你这个军事实践 是很难学的 然后最后就是 而且网上这个军事理论 都是最最迁进 最进步的 可能比中国学校的 还要好一些 最后就是中国的毕业生 请你说一下 你在中共学校的经历 有很多人比我爱产 有很多自杀的 我这里就不多说 好今天就说到这